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帮厨艺的一些茶庄啊 酒楼啊 或者是饭馆的厨师 每当他们在收徒弟的时候 都要先祭祖益雅 今年2022学院办了一场百人的狗魁 全部的厨师来自全国大饭店 还有一些老师 都胜于这样的一个活动 每个人都做一道菜 来跟那个祖师爷祭祖 在祭祖完之后 每个人在经由火锅 来选出今年最高的一个荣誉 君臣宴它是古代皇帝 然后它有御殿试验的一个方式 那为了给状元啊 放眼啊 烫花的一个宴席 那考上了前三年了以后 就会上朝上去见皇帝 那皇帝他就是准备这些的宴席 这些的宴席呢我们就称为君臣宴 君臣宴的菜宴为八大八巷 那这个的八大的菜宴是由皇帝他所试验的 那八巷的菜宴它是由厨师 他为了要宴席这些状元啊 蚌炎啊 还有炭花 这些的菜宴里面我们有分满席跟汉席 当时候春秋战国那时候 我们是先用汉席 也就是由皇帝他所试验的 后来后面的话 我们中间会有加了一个满席 那满席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五胡肉 这五胡肉它是以三层肉去分 然后最后最后一定要有一个素菜肴 去当整个的结束 那个时候它我们是以台语去发音 那我们就是军心宴 奉花露夷夷夷 也就是说皇帝设了这个宴席 然后奉这个冠马 去路回家乡开旗 这一套是整个这个的仪式 军城宴我们的军使用 我们来用台语 就是用甲筋啊 地筋啊 来做代替 芯就是用芯 乌芯 地芯 的这个菜肴来做 那芫呢可以用芫药啦 可以用菜芫啦 为主材料 烘就是我们的豬肉 大烘 烘干嘛 干的话就是我们的豬干 雞干 螺就是用豬豆来做代替 雞就是用雞子 那最后的就是要做芯嘛 芯 我们就用鱼做代替 那也就是在出道菜肴的时候 就是一道主菜 一道副菜 焊息最后就是还有一个点心 点心出完了 我们才出满心的菜肴 在这种焰息里面 我们有分为 软焰和软焰 软焰的话 它是请神明先入上座 那我们就会有准备椅子 下面会有垫的金子 那我们一一的请他的好朋友 一一入桌了以后 那我们就会开始 就是把菜摇一道一道来 但是我们在出了三道菜以后 我们会有准备送酒送茶 我们会有这个的程序 菜摇一一送的时候 这个叫做软焰 软焰 那所谓的应焰就是说 我们把神明先请上桌了以后 那我们就是把所有的菜肴 把它给放上桌 所有的师傅他们所做的 那我们今年也开始开创了一个 就是用拔杯 我们用锄盔 用拔杯 来让鸡丫祖书 他觉得一吃一吃 感觉对一个什么人同好 然后由他来收杯 所以不一桶贼 那个就是除菲